记者许世影综合报导曾在控制扮演蜡手人妻一举入围奥斯卡影后的罗沙蒙派克 在改编真实事件的新片恩德培行动中 和曾在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炸死黑豹父亲的欧洲影帝丹尼尔布尔一同化身恐怖分子 让传奇战役透过大荧幕震撼全球影迷近日更入选柏林影展官方选映单元 罗沙蒙派克在恩德培行动中劫持客机绑架人质毫不手软 票汉狂野的素颜演出让人相当惊艳 而被全球粉丝昵称为德国伊格丹尼尔布尔 最近才在贺岁党冠军黑豹里被新闻画面提及 全因他饰演的期末在美国队长三中 于维也纳的联合国会议上炸死了黑豹之父D查卡 还加获给酷寒战士 这次在片中再度发挥演技水准 诠释出恐怖分子内心的挣扎与纠结 近日该片也释出全新中文预告中 两人饰演的德国籍恐怖分子 皆持一架满在以色列犹太人的班机 宣称自己是拥有理念的人道主义者 却持枪腰劫机长 让班机迫降于恩德培国际机场 并联手乌干达独裁总统阮禁机上乘客 筛选出犹太人作为人质 试图与以色列政府进行政治谈判 双方行事件把弩张战争一触激发 电影根据历史上被视为教科书等级的突袭传奇事件改编 以色列政府经过七天周旋与筹划 多次于恐怖分子谈判魏国 决定计划在最短时间内解救人质 成为历史上最传奇的闪电战役 更为突袭战力下全新军事典范恩德培行动4月4日在台上映 丹尼尔布尔做罗沙蒙派克在恩德培行动誓言恐怖分子 龙翔提供罗沙蒙派克在恩德培行动素颜演出 龙翔提供欧洲影帝丹尼尔布尔曾在美国队长三英雄内战炸死黑豹的父亲 三社INDB恩德培行动预告片